我当时看到他的时候,他已经躲在地上了 然后旁边围着五六人 就是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拉着他的手,因为他肢体有超 拉着他的手,按着他的腿 这个方法肯定是不对的 首先,病人要测过来,测过来以后防止 估计到他躲起来 第二个就是刺激 就是我们传统的情况 差一分钟啊,不躲啊 然后我又观察了四五分钟以后 大概十分钟的样子 我看他在摸他的脉搏 他那个就是,看到 在一个呼吸,心跳,心跳 都是正常,都是正常 职业养得挺习惯 就是说,你看到那个病 你就必须得上去